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新闻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香港新闻台 并且开启小铃铛 如果新节目发布 您会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首先来看的香港新闻是 香港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 有42%受访者会员考虑 或是计划正要离开香港 其中有62%的人认为 香港国安法使他们非常不安 有将近5成的人认为 目前检疫安排 令他们难以出放或是探视家人 还有超过4成的人 对香港未来竞争力感到非常悲观 综合媒体报导 这份调查是在本月5号到9号之间进行 更有325位美国商会会员回复 占据总会员数的24% 而根据调查结果 有42%受访者表示 正在考虑或是计划离开香港 其中62%表明香港国安法令人不安 有40%认为香港未来竞争力感到悲观 也有50%的人认为抗疫举措 使得他们难以出行跟趟视家人 而计划离开香港的人之中 有3%表示会马上离开 有将近一成的人今年夏天结束之前离开 而一成半的人表示今年之内会走 将近四成的人表示三到五年之内会离开 而离开香港之后 也有将近四成的人表示 希望可以继续留在亚洲 例如东京 台北 新加坡或是泰国等地 如同摄影述 香港美国商会一名会员表示 以前我从来没有担心过 我在香港时期所说的话或是写的文字 不过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 标准变得模糊不清 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中 我可能因为说一些话就被逮捕 我不想继续这样担心下去 而此外受访成员又有人表示 虽然北京跟港府方面一直强调 香港国安法不会损害人权自由 不过他们认为事实证明 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北京跟港府所设定的红线 既随意又模糊 他们不想冒着可能无缘无故 被逮捕的风险继续留在香港 不过也有选择留在香港的受访者表示 香港依旧是东西方很大的交流平台 对于营商环境来说 有不可多得的好处 不打算离开香港的受访者 占据了58% 其中有76%称赞香港生活素质良好 55%认为香港经济环境良好 有将近五成的人喜欢香港靠近中国大陆市场 也有受访者认为国土安全是各国都有的规范 就连美国自己都有国土安全部门 他也认为过去两年以来 香港局势并没有严重影响自己跟家人 2019年反修例事件已经成为历史 也有人表示香港税率较低 而且双域教育环境非常优秀 其中还有一位受访者表示 他认为香港比美国还要安全许多 美国商会会长表示 他们相信未来大家依旧有很多发展机会 不过现在令人忧虑的是 香港这座国际金融中心正在流失掉人才跟技术 商会强烈建立香港特区政府要留意 住在香港的外国人士情绪的感受 深入了解这批国际专业人才的担忧 以免香港近一路被削弱竞争力 香港警务处首任国家安全处的处长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蔡长鹏 被踢爆在无牌按摩店消费的时候 遭到上门突击扫黄的香港警方逮个正着 这件丑闻被掩盖一个月左右才被曝光 目前蔡长鹏已经休假一个月 接下来可能会面对纪律调查 而这是执行香港国安法之后 国安处第一次传出丑闻 消息令外界震惊 据了解蔡长鹏可能不会留任现有岗位 综合媒体报导 刚警在一个多月之前进行扫黄行动 在搜查到一家无牌按摩店的时候 竟然扫到蔡长鹏 由于这间按摩店是无牌经营 而且蔡长鹏的身份非常敏感 负责的同袍向上级报告 最后还惊动了警队最高层级 决定彻查这起事件 蔡长鹏目前正在休假之中 需要接受纪律调查 香港南华早报率先披露 事件的时候形容 这是执行香港国安法之后 国安处第一次传出丑闻 消息令人震惊 而钢警也向传媒证实 正在调查一宗涉及警务人员 不当行为的案件 并且强调非常注重警务人员的操守 必定会依照既定程序 制定出公平公正的调查跟跟进 但是并没有解释 为何一个多月以来都没有公布 由高级警务人员 受到停职调查的消息 南华早报引述不具名的 知情警队高级人员表示 虽然工具按摩店应该不至于被逮捕 不过蔡掌鹏的行为已经影响到香港警队的形象 损害警队的名声 因此他可能将面对一项纪律停诊会 香港保安局前局长立法会议员 叶刘淑一今天对此表示 有关处理方式也证明 执法部门们并攻处理 法律之嫌人能平等 不管涉及什么职位 如果涉及违法行动 都是一贯的处理方式 至于蔡掌鹏是否是要辞职问责 叶刘淑一表示 普通法制中有无罪推定 希望各界可以尊重 目前不应该判处蔡掌鹏有罪 他相信有关部门将会依法调查 如果需要检控就会交给法庭 如果需要定罪 政府也会有一套纪律处分的安排 不过叶刘淑一认为 如果涉及违法活动 停职安排是应该的 报道指出 蔡掌鹏在1995年加入警队任职督查 目前蔡掌鹏的职位是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属于警队第二把手 去年7月还获得委任第一届国安处处长 警队盛传 他是下一届警务处处长的热门人选之一 去年蔡掌鹏还获颁了香港警察卓越奖章 而今年1月他跟大动作拘捕 55位民主派初选人士 随即被美国财政部列入收到制裁的名单 为此他还被香港政府授予公共服务奖 以表上他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贡献 香港立法会今天下午回复二读 审议有关公职人员宣示的条例草案 要求区议员们宣示 效忠特局政府并且拥护积分法 预料几日就可以表决通过 有消息指出 港府计划在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 为区议员们举行宣示 并且倾向将18区的区议员 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主批宣示 不过就在宣示前进 至今已经有超过30位区议员 因为不同原因离任 而据传草案之中最大的版本 就是要对违反事业的区议员们追讨薪资 纵合媒体报导 从今年3月份以来 已经有超过25位民主派区议员 因为不同理由请辞 特别是在这两天 传出立法院已经启动 恶毒区议员宣示条例草案之后 更是有多位区议员集体请辞 包含担任13年 奎清区区议员的黄润达 他今天上午宣布相关消息 并且表示政府全方位打压议局 不断收紧议会议证的空间 议员们根本不知道 政府所谓的红线在哪里 他不希望自己在宣示之后 出现自我限制以及自我审查的事情 所以决定不参与宣示 此外这两天请辞的还有 先前辈政治跟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公开表示会被DQ的郑达宏 沙田区的黄文宣 大浦区林明毅 新民主同盟北区的林淑金 黄大宣横厚厂区的刘家文 西贡区主席钟景林 还有正被还押的屯门新须区张可森 以及涉及47人案件在求的 冤浪区王白宇 魁清区尹昭坚 东区徐子健 不过民主派阵营之中 明媳已经表示全数19位区议员都会宣示留任 对于宣示邱厉前夕 有将近30位区议员请辞 法案委员会主席自由党张宇仁扬言 条例有波澜反正的效果 必须立竿见影 他相信香港人是有目共睹的 也深刻体会到上到一场政治课 相信日后可以杜绝 有人混水摸鱼 进入体制用公堂行事 新民主党主席叶柔书一也形容 这次修例是迟来的草案条例 过往有议员在宣示阶段过关之后 就做出违法香港限制秩序的行为 不过以前并没有法律可以处理相关事件 不过热血公民立法会议员郑松泰认为 新修订之下 绿政司的权力过大 因为如果绿政司就议员 涉及违反宣示提起诉讼 有关人事的议员资格就随即被冻结 更要因此负担非常大量的诉讼费用 他质疑有关修例违反普通法治下 无罪假定的原则 而据了解律政司做决定的时候 可能还会参考区议员过去的言行 而民政事务局在裁定宣示是否有效的时候 也会将区议员过去在会议上面的动议 跟发言列入考虑因素 传言还指出当局正在考虑 向被DQ者追讨薪资 会研究就追星期限划线 而其中最大的方案还要求有关人士 要交还从就任开始所得的所有薪资 香港警方日前去信民间人权阵线 指控民政涉嫌违反社团条例 要求民政递交历年以来收录以及活动记录 警务处处长邓敏强昨天又表示 民政没有提供警方所要的资料 目前警方正在跟律政司研究下一步行动 不排除有执法的行动 综合媒体报导 由香港中联办控制了大公报 连日以来利用头版带风向施压 通批民政在2019年开启第一场反修例的游行 造成香港进入暴动的社会时代 还指控民政心怀鬼胎 并非为了香港民主人权 而是为美国而战 并且呼吁港警要严格执法 据了解 明政从4月底就接获香港警方的信件 指控明政在2006年9月 向社团事务主任申请取消注册之后 有迹象显示明政依旧以社团的形势在运作 涉嫌违反社团条例的规定 同时要求明政交出其成立以来的收入来源 开支以及作为接收的任何资金 款项的银宏户口账户等 明政召集人陈昊恒其后表示会寻求法律意见 之后邓炳强表示已经收到明政的回复 不过回复之中并没有警方要求提供的资料 警方会跟律政司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不排除采取有执法的行动 而媒体追问是否会取缔明政 邓炳强重申会再跟律政司详细研究 陈昊恒也在脸书留言一段 致邓炳强先生的信息 质疑如果明政涉嫌社团条例为例的话 那么警方多年以来跟明政合作 是否也是公职人员行为适当 那么律政司是否又会跟警方合作研究一下呢 明政召集人陈昊恒回应表示 明政没有犯事处 也没有储存文件 警方如果要执法只能找他本人 陈昊恒又表示 交不交资料都是死 又自嘲自己英文不好 并无从勾结外国势力 或是收受外国资助 认为政府对明政有所行动 目的就是要在7.1回归之前 向北京交功课 他想到自己一定不会主动解散明政 而另一方面 邓炳强昨天在区议会会议之上 汇报最新罪案数据 包含香港国安法实行至今 已经超过100个人被捕 过半的人士遭到检控 在反修例事件之中 警方目前拘捕了共有10,225个人 其中有2500个人被检控 八成的人必须接受法律制裁 有295个人被判囚 而其中 囚刑最长的一名男子 藏有一公斤的土质炸药罪程 判囚12年 另外有17个人 涉嫌暴动罪相关罪刑 判囚3到5年半 18个人涉及汽油档案件 判囚30个礼拜到4年的期间 而另外还有5个人 涉嫌组织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判囚8到18个月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